那么上午的话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HTML里面的最后一块内容就是关于这个HTML里面的表单 表单这个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标签也是什么比较多 但是有一个标签的话是什么 一个标签囊括了很多种什么表单空间是这样的 那么表单是干嘛的 表单是它是什么收集用户的输入的 比如说用户的什么呢 登录或者用户注册是吧 或者用户什么就是让用户输入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要用到表单 表单的话这个它这个的话首先是什么呢 用这个form标签来定义一个表单区域 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表单区域 表单区域的话那么form这个标签的话它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这个action这个属性来定义 你这个表单区域里面提交的数据是提交到哪里去是吧 这个定义一个地址 就是这个数据到时候提交哪里去 这个action这个地址的话类似于我们的什么 A链接的地址是吧 就是这个数据要往哪儿提交 这个意思啊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method的这个属性是干嘛的呢 是定义提交的方式是吧 默认的话你如果不设置这个method的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默认是get的方式提交 get的方式提交的话就是把数据放到这个地址栏的后面是吧 我们怎么把数据放到地址栏后面呢 在地址栏后面加一个问号是吧 文号是一个键等于一个值是吧 一个键等于一个值 中间用这个什么 那个under连接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通过这种方式提交这个数据啊 如果是什么呢 post的方式提交的话 那么就是不是地址栏啊 为什么要有这种方式呢 那么get的方式一般是什么呢 提交什么不敏感的信息 或者是少量的数据的话怎么样呢 用get的方式是吧 post的方式的话是用什么呢 比如说数据比较 数据比较大啊 或者是数据比较敏感啊 这种这种方式的话 就用什么host的方式来提交啊 host的方式提交的话 那么数据走的是http http协议里面的报文是吧 放在那里面啊 提交我们是看不到的啊 地址栏是会看到的是吧 好这是关于form标签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表单空间 来定义这个表单里面的这些元素啊 比如说label这个标签的话 是定义表单空间的前面的文字描述是吧 我们用label标签把这个文字给包起来啊 那么我们上午同志也讲到了 这个label标签它是有个属性吧 有个for属性是吧 for属性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就是上午做的一个表单啊 这个表单啊 上午做这个表单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个表单 如果比如说这个input的框里面 想输入这个什么文字 我们需要用鼠标点一下它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如果用for属性来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名称 也可以激活它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点这个密码可以激活这个框是吧 又比如说这个男女这个选择性别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这个男 然后是选择这个是吧 下面这一块如果没做这个for属性的话 我们点这个学习 是不是选不中这个啊 是吧 选不中这个吧 那么你要用这个for属性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点这个学习就可以什么 选择这个这个勾是吧 选择这个框啊 那么你需要做上去啊 for属性的话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label里面写一个for属性是吧 label比如说这个 首先的话这个表单空间需要有一个id 是不是这样的啊 id 然后for的话就等于这个id名 那么这个就有这个属性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关于label的这个for属性 然后的话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input这个什么呢 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是什么呢 它可以定义很多种什么表单空间吧 啊 有这么多种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这么多种啊 那么这么多种的话可能就说 呃 有时候会忘掉啊 就是不是常用的话可能忘掉 那么大家忘掉的时候可以过来查一下啊 因为有些东西不常用是吧 不常用啊 这是关于这个input的这个呃 表单空间啊 通过type属性来定义不同的表单空间啊 同时的话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空间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 就是关于这个label属性是吧 label属性的话就是我们在提交这个数据的时候 那么这个label就是那个建名是这样的啊 如果你不定义label属性的话 它就不会提交那个 那个表单空间对应的值啊 那么的话label属性要定义一下是吧 然后value的话就是定义这个表单里面的这个 这个什么值是吧 值啊 比如说我们type等于tags的话 我们不定义这个value 这个value的值的话就等于这个里面 input框里面输入的值是吧 我们input框里面比如说输入一个值 tom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value的值就等于tom 是这样的啊 那么比如说在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单选框或者多选框的话 那么它的值的话需要什么呢 我们定义一下是吧 需要定义一下这个value值 然后提交的时候就会定义这个value值啊 那么这个value值的话定义的时候什么 就是约定是吧 后台约定 就是说我们定义什么值 然后后台就存什么值 是这样子吧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几个表单空间是关于这个 一个是什么text arrow是什么 多行文本输入是吧 我们这个input type等于text的话是单行 text arrow相当于是多行 是这样的 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下拉的 下拉就是说下拉就是这种表单空间啊 我们会选择一些东西是吧 那么下拉的话是通过select和什么呢 option 它这两个标签什么 组合在一起 来实现这个下拉的效果是吧 select arrow呢就定义一个下拉的一个区域 是吧 select arrow定义一个下拉的区域 然后option的话就定义这个下拉的犬项 是吧 那么你这里有几个就写几个 是这样子啊 我们这个什么这个size 这个什么提罐这里面 肯定不止四个吧 不止四个啊 有有有几十个吧 是吧 要写上啊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下拉的啊 那的话我们这个表单提交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input type等于什么 type等于这个submit 是吧 就是提交的啊 提交的时候同时可以怎么样呢 用这个图片来提交啊 图片来代替它的这个input type的emerge 来代替这个submit 但是这个图片提交的话 有什么 有时候会出问题是吧 它会导致提交两次 是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方式来提交啊 那么后面碰到以前的 大家如果碰到以前的项目里面 有用这个做这个提交按钮的话 碰到类似的bar的话 就会把它修改成什么submit就行了 是吧 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用样式来做 做到这个submit上面去就行了 是吧 好 那的话这个就是关于我们上午学到的 关于这个表单的一些东西 是吧 那么我们把表单学完之后就是 关于这个html里面的一些常用的标签 我们基本上都讲到了 是吧 不常用的我们也没有讲到啊 不常用的就是说 大家如果是了解的话 长时间不用也忘了 是吧 没用啊 那么常用的这些标签 实际上就这么多 是吧 就这么多啊 那么上午的话 我们接着又说到了 是关于这个CSS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东西啊 CSS的基本东西 CSS的话是什么呢 是什么 这个CSS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是吧 CSS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成叠样式表 成叠样式表 这个成叠样式表的这个成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后面会说到的 就是下面的样式会什么 覆盖上面的样式啊 下面的样式会覆盖上面的样式 那么一层层的写啊 这个的话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啊 成叠样式表啊 那么的话 创立这个样式的这个原因 是为了怎么样呢 将HTML和CSS 彻底的分开 是这样的啊 HTML只负责什么呢 内容啊 CSS来负责这些内容的表现 比如说它的颜色 大小 位置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HTML只负责这个页面上 有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么分开之后的话 我们的这个HTML的文档 就变得什么 简洁了吧 是吧 它只代表这个页面上 有些什么东西 至于怎么表现的话 就交给CSS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关于CSS 基本的一个思想啊 接着我们说到了 是CSS的三种引用方式 是吧 三种引用方式的话 就是 CSS里面有什么 外列式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怎么 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 是吧 那么CSS它本身 也是一种文件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HTML文件 是HTML的扩展名 是吧 CSS的文件 是CSS的扩展名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外面啊 创建一个CSS文件 然后一般的话 我们怎么样 会把CSS文件 放到什么 CSS文件家里面吧 一般是这种结构 是吧 我们把CSS 都是会放到 CSS文件家里面 这样方便我们 管理CSS吧 后面呢 我们的一个项目 可能不止一个CSS文件 是这样的啊 我们把CSS文件 都放到这里来 方便管理啊 就像我们的图片一样 是吧 图片的话 后面可能会有 很多个图片啊 也都放到这个 Imagic文件家里面来啊 那么放到这个 CSS文件家里面来 我们怎么样呢 就方便我们什么 管理 然后我们来 引用这个CSS是吧 引用这个CSS的话 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特殊属性是吧 我们通过这个 Link标签 来引用这个CSS啊 那么Link标签 是写到什么呢 写到在这个 Head标签里面 是这样的啊 写在Head标签里面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CSS啊 它这个Link标签 是写到什么呢 Head标签里面吧 它都属于 Head标签里面的啊 一般是这么写啊 然后把这个样式引进来 引进来 好 引用的这个方法的话 这个路径是什么呢 一般是用相调路径 是不是这样的啊 相调路径来做啊 好 引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 什么 写样式了 是吧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嵌入式 嵌入式的话 什么呢 是直接在页面上 就是在HTML里面写CSS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写的话 怎么样 HTML和CSS是什么 是同一个文件吧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就是一个HTML文件啊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是怎么写的 就是我们用时代标签 是吧 那么现在又取了 一个新标签 是吧 时代标签里面 写什么CSS 这是第二种方式啊 好 那么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什么 标签里面写样式 是吧 标签里面 怎么写样式呢 我们用标签的 时代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标签里面 是不是都有时代属性呢 好 我们基本上 所有的标签里面 都有时代属性啊 那么标签里面 就写这个时代属性 然后在这里面 直接写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写样式 好 这是关于样式的 引入的 引入的三种方式 引入的三种方式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讲到了 关于这个常用的 就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一些样式的属性啊 就是关于这些什么 文本的 设置的这些样式 是吧 那么上午我们说到了 什么呢 color 是吧 那么就是 设置这个文字的颜色啊 那么上午我们讲的 这个颜色的话 目前只讲到了什么呢 用这个什么 颜色的名字来定义颜色吧 是吧 那么这个名字里的 你得记住是吧 它是个单词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红色是red 是吧 什么蓝色是blue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等会儿我们会讲到 用了另外一种 另外两种方式 表示颜色啊 精确地表示颜色啊 好 这是关于颜色 color 它就是定义什么呢 文字的颜色 记得啊 color是定义文字的颜色 然后的话 什么呢 还有什么 风的size 是定义什么 字体的大小 是吧 那么它的大小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定义一个大小 然后又什么呢 px 这个单位是 像素的意思 像素 这个像素的话 后面还会强调的啊 这个像素呢 就是像素点 是吧 我们的话 这个像素跟我们的 图片的啊 如果图片以 72像素每斤寸的话 跟这个图片的像素 也是对上的啊 后面我们还会说到啊 好 那么的话 风的family 是定义什么呢 文字的什么 这个字体是吧 字体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为了哑黑 这个汉字来定义它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上面还说了什么呢 像这个汉字定义字体的话 最好怎么样 最好用英文的吧 是吧 不要用这种中文的 是吧 中文的话容易出现乱码 然后导致这个圣民失败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为了哑黑的 这个英文的话 是什么呢 我们写的是吧 microsoft 是吧 哑黑 是这样的 这么写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我还说到什么 风的时代是什么 定义这个 字体是否倾斜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风的wait 是定义什么 字体的加粗吧 是否加粗啊 好 我们上午说的 这两个属性的话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是把已有的什么 比如说是EM是斜体吧 我们把它设置为风的时代 那么把它斜体 把它设置为不倾斜 是不是这样的 风的wait的话是什么 设置文字的加粗是吧 我们设置这个H标签的 风的wait是想把它什么呀 把它设置为不加粗是吧 不加粗的话 把风的wait设置为什么 Lormal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line height 是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 设置这个航高 是不是这样的 航高啊 好 大概的话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了 大概讲到这里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那么还有一些属性 也是很常用的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上午我们说到了 这个line height 是吧 这个line height的话 就是表示这个航高 是吧 航高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line height line height 但是这个航高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改变航与航之间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说我们这个量航高怎么量呢 就是说 是这么量的 是吧 那么是从这个页面底部 从呢 到 不是 从第一 怎么第二航的这个底部 到第一航的底部 这个是一个航高啊 这样子啊 这是一个航高的距离啊 那么实际上航高 一个航它本身占有的这个空间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航文字它上面有间距 有下面有间距 正常叫航高 明白没有 就是我设置航高之后 相当于是 我设置的航高相当于是在文字的上下同时加间距 懂了没有 在文字的上下同时加间距 而不是说在底部加间距啊 在文字的上下加间距 这个意思啊 就是设置一航的话啊 文字的上下同时加间距 那么 这个整体的间距 这个合起来是什么 是等于什么 适时是吧 刚才我设置的这个适时吧 这个是设置的航高是适时吧 那么适时的话就是刚才我量的啊 那么就是从第二航的底部到第一航的底部 这个是适时是吧 这么量是适时啊 实际上是这样的事实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上面有一点距离下面有一点距离啊 然后合在一起这个整体的这个高度是适时啊 这个是航高它设置的这个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航高啊 航高啊 好 那么航高的话后面还会用它的一些特性的啊 还会用它一些特性的啊 关于这个这些属性的话 我们后面会反复使用啊 反复的加强它的印象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 Font这个属性啊 Font这个属性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综合属性 什么意思呢 它是什么 同时设置几个属性 是吧 它相当于是用这个可以说 做什么 做简写 是吧 那么Font这个属性的话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属性什么样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的写的顺序有兼容问题啊 那么一定要按照它的顺序来 才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Font 然后是什么呢 后面跟什么呢 是否加粗 然后是 这个就是Font FontFontSize 是字体大小 然后是航高 是吧 斜杠啊 然后后面再跟一个什么呢 这个字体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比如说 这个DIV里面怎么样呢 它又有什么呢 自己大小吧 又有什么 FontFamily吧 又有Line Height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三句的话 我们可以合成 合到刚才那一句里面去 是吧 大家都把三句拿过来啊 拿过来之后 这三句啊 这三句的话 我把它注掉 好 注掉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三句就没效果了吧 是吧 没效果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这三句就没了 是吧 没有效果了啊 没效果之后 那么如果说 我想把这三句 再写一下 那么用这个Font也可以写 是吧 Font就怎么样呢 合成一句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它的写法的话 相当于是怎么样呢 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顺序 要注意了啊 第一个属性是表示什么呢 第一个属性是表示 它是否加粗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第一个属性就设置的是吧 FontWait 是不是这样的啊 第一个属性就是设置的是FontWait 比如说FontWait 那么它不加粗 就是什么 LOMO吧 LOMO 不加粗 是吧 好 接着的话 再设置的是什么属性呢 是它的什么 自体大小吧 自带就是什么呢 这个 是吧 二十吧 二十啊 二十PX 是吧 好 接着再怎么设呢 就一个斜杠 斜杠 然后后面这个是跟着什么呢 杭高 明白没有 后面跟着杭高 杭高的话是多少 四十PX 是吧 好 接着再跟着是什么呢 这个字体吧 字体是什么呢 亚黑吧 是吧 好 MetroSoft 是吧 亚黑 是这样的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的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跟刚才一样的 是吧 跟刚才一样的啊 那么如果说你想简写的话 就是可以怎么 写成一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写一句啊 那么记得这写一句 大家记得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它的顺序 它的顺序如果写错的话 怎么样呢 就会失效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写到后面去啊 写到后面去 那么的话再看一下啊 我这么写是吧 这么写看一下 出不出的来 是不是这样的 出不出的来啊 好 这么写之后 我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出不来啊 出不来啊 那么大家记得 这个font 一定要注意它的顺序啊 顺序要按照这个来 那么有一些这个 中和的设置的话 是不 不需要注意顺序的 但是我们这个font 需要注意顺序啊 后面我们学的 其他的一些中和手印 是不需要注意顺序的 只是这个 它需要注意这个顺序啊 那么大家如果 如果要这么写的话 怎么样 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 是这样的啊 按照这个顺序来就行了 写是什么 是否加粗啊 然后是文字大小 斜盖 是吧 横高 这样的啊 然后是字体啊 按照这个顺序来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font的这个写法啊 实际上就是他的 他们几个的什么 简写 是这样的啊 简写 好 这是关于这个font的属性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那么还有一些很常用的 比如说什么呢 text dockeration text dockeration 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设置下滑线的是吧 设置下滑线啊 好 设置下滑线的话 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想把下滑线设置为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drv 我给它设置一个下滑线啊 text dockeration dockeration dockeration的话 如果我设置一个underline underline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设置 有这个下滑线吧 有下滑线啊 好 我设置完之后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我刷新一下啊 这个每个下面是不是有下滑线啊 再看一下这样是不是不是太好看的 是不是 是吧 不好看吧 这个不好看吧 是吧 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的设计吧 把这些字全部用下滑线画起来 是吧 如果说想强调这个这一段文字 我们可以什么 给它加粗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般下滑线我们很少这么做 是吧 好 这个是强制的加下滑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的话 这个text dockeration一般是做什么呢 一般是什么 把下滑线设置为没有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我 我先放到这里吧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链接啊 看一下啊 就这里来个链接啊 比如说a hub等于什么呢 百度网吧 tb啊 百度 是吧 这是百度网的链接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百度 是这样的啊 百度啊 好 那么这里写了个百度网的链接 这里是不是有个百度网的这个链接啊 啊 好 写多一点看一下啊 百度网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百度网的链接 这个链接下面是不是有一条下滑线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般的话我们做链接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下滑线不是太好看啊 这个下滑线是什么 a链接它自己加上去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通过那个属性 把这个a链接的下滑线把它什么 去掉啊 一般是这么用 是吧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里写一个什么 a吧 a 然后是什么 text啊什么 dockeration 是吧 然后的话我们设置underline是什么 给它加下滑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本身就有了嘛 是吧 那么我们一般把它设置为 lan 是吧 lan就是没有吧 是吧 lan没有的话是怎么样的 把这个下滑线什么 去掉 没有没有啊 好 这个的话 去掉下滑线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 是吧 这是不是就没有了 啊 这是不是比较好看一点的啊 啊 一般我们是什么 去掉下滑线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text dockeration 把它设置为lan 是吧 那么一般是这么用的 是吧 一般这么用啊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可以把它输掉啊 输掉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很常用的 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呃 手行缩进啊 再看一下一个 还有一个很常用的 就是关于什么 手行缩进啊 手行缩进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一行 我们可以什么呢 通过这个text indent 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手行的缩进啊 缩进的话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用这个空格吧 来做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text indent来做啊 text indent 怎么做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一段 我想设置这个手行缩进啊 那么刚刚是 我是做了这个什么呢 做了这个html的这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这个样式啊 好 假设说这一行 我想设置这个手行缩进什么呢 两个文字是吧 手行缩进两个文字 那么怎么写呢 那么这么写啊 text的什么呢 indent是吧 text indent 然后的话写一个什么呢 缩进的这个距离啊 那么我们基本上要设置手行缩进的话 这种手行缩进一般属于中文的版式是吧 中文的版式一般英文没有这种缩进啊 中文的缩进呢 一般是说说两个字吧 两个字啊 我们一个字的话是什么 是二十吧 那么两个字是多少啊 四十是不是这样的啊 四十啊 我在这里写一个四十px 是吧 写个四十px啊 好 写了一个四十px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再来刷新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缩进两个字啊 是不是这里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比较精确了啊 这个就不用什么呢 我们那个空格啊 不知道是给三个还是给四个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直接写一个手行缩进 那么就可以什么 把这个文字缩两个字 是吧 这是关于手行缩进啊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啊 比较常用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手行缩进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常用的 就是关于这个textalign啊 就是这个是设置什么呢 设置文字的这个水平对齐方式啊 水平对齐方式啊 好 textalign的话 那么设置textalign等于center 是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文字的水平居中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 我再来写一个div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下面写个div啊 好 div啊 然后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div啊 div标签啊 标签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想设置他的这个 我用一个p吧 段落p啊 然后跟他区分开啊 区分开啊 好 区分开之后 那么这是一个p标签 是这样的啊 p标签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是这样子的 是吧 我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我可以什么 通过这个tensorline设置他的什么 这个对齐吧 好 怎么设置对齐呢 同样我设置p标签 那么我设置他的p的这个对齐方式 是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text align 是不是这样的啊 textalign 好 那么默认的话 这个textalign是什么呢 它是left吧 默认就是left啊 所以这个色和不色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设置这个center 是吧 center啊 center之后 那么它怎么样 它就水平居中了吧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它是不是水平居中啊 相对于这个网页怎么样 水平居中了吧 好 那么如果我设置成什么 right啊 right的话 那么怎么样 它就是靠右了吧 刷新一下 是不是靠右啊 啊 这么简单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P标签 是吧 好 我设置为center 是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个坑啊 好 那么既然你这个P标签 可以设置为这个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这个A标签 可不可以设置居中啊 好 我来设置一下啊 我把它也设置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设置为textalign 给它来一个 给它来一个什么 center 啊 center 好 这个A标签 我把它设置为一个center 看一下它会不会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居中了 这个是不是没反应了 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的话这个原因大家还没有学到啊 因为这个两个标签呢 P标签和A标签它的两个标签是什么 属于不同的这个元素啊 P标签默认的什么呢 它的宽度是等于什么呢 整个网页的宽度 所以说P标签里面的东西相当于整个网页的宽度 它是不是可以居中啊 它的默认宽度就是整体网页的宽度 明白没有 那么这个A标签它默认的宽度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文字的宽度 明白没有 就是百度网的链接这几个文字的宽度 那么它本身就是居中了 明白没有 它文字多宽它就多宽 它不是这么宽 它是文字多宽它就多宽 所以说你设置它宽 它本身就是居中的 相当于自己的那个小宽度居中 明白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的话 这个P标签可以这么居中 A标签不能居中 那么如果说你真想让它居中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转换它的这个元素的类型 是吧 转换元素的类型 那么这个转换元素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后面把它会学到的 学到关于这个和模型的一些东西 好 这个单子大家什么呢 这么看着 这里留一个问题放在这里 好吧 留个问题放在这里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文字的这个居中 那么我们说到了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常用的一些什么 使用频率最高的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 样式属性 就是关于这些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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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